被柳如烟玩了七年 她说腻了 转身找了个更年轻英俊的大学生 这次我没有吵闹 丢了给她买的钻戒 捡了给她选的婚纱 深夜登机离开了京城 她的闺蜜纷纷打赌 我多久会低头求和 柳如烟笑得傲慢 不出一天 纪伯达就会像条狗一样回来求我 可日复一日 我仍音讯全无 她再坐不住 打通了我的电话 纪伯达 玩够了就回来 一道娇羞的女生打断了她 刘总 道歉得趁早 不然会被人截胡的 柳如烟紧握手机声音颤抖 你是谁 让纪伯达接电话 沈冰青低头吻了吻我 接不了 她需要休息 如果你有重要的事情 等我把她清醒 跟柳如烟在一起的第七年 我买了钻戒和她喜欢的婚纱 鼓足了勇气准备向她求婚 但很不巧 那天聚会上我来晚了几分钟 正好听到她跟闺蜜聊天 你说纪伯达啊 那男人没什么花样 早晚腻了 柳如烟抿了口红酒 说的也是七年 就算再帅的帅哥也实质无畏了 不过纪伯达真挺帅的 身材也正 上次如烟生日 她穿了整套黑色西装 比娱乐圈的男明星都帅 说真的如烟 你当初那样稀罕她 现在真舍她 柳如烟声音淡漠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闺蜜马上改口 那 我要是追纪伯达 你不介意的吧 追背 柳如烟抿了一口酒 缓缓开口 只要你不隔音 出戏 你也不嫌丢人 如烟都玩你的人 你也接盘 又是一阵哄笑 那天晚上我没进包厢 随便找了个借口 先回家了 柳如烟连一个字都没多问 就挂了电话 大概就是在那晚 我那颗炙热的心 彻底熄灭了 没两天 圈子里开始疯传 柳如烟正在追一个大二男生 许是没见过世面 面对金钱和虚荣 没两天 那男人就沦陷了 朋友聚会上 柳如烟直接带了人过来 一进门 所有人都安静了 几个关系还不错的朋友 看我干什么 柳如烟揽着男生坐下来 这才正眼看向我 继伯答 今儿正好是个机会 我就把话说开了 嗯 你说 这些年纷纷和和挺没意思的 感情也早淡了 我紧紧攥着手 藏在手心的戒指 深深刻入皮肉 可我却像是感觉不到疼 你比不过他年轻 也没有太阳光 我是真喜欢他 柳如烟握着男生的手 满眼爱意 我轻点头 嗯 我明白 今后还是朋友 你有事的话 随时都能找我 还是憋了 我轻笑了笑站起身来 既然分了 那就分清楚 省得人误会 柳如烟有些诧异的微挑眉 片刻后才道 也是 那你们去 我就先回去了 我送送你 不用了 我打车就行 我走出房间 随手关门时 听到有人问了一句 你们说这次纪伯答能坚持多久 两天 这次他好像真有点生气了 那我读五天吧 柳如烟看了一眼 没有完全关上的门 笑得轻蔑 不出三天 纪伯答肯定会像条狗一样回来 这么多年不都是这样吗 坐在里面的人纷纷附和 也是 纪伯答怎么离得开你 谁不知道他爱你爱的发疯 我自嘲笑了笑 快步走向电梯 回了公寓 我拿出了那件他喜欢依旧的婚纱 干脆将它剪了 毕竟 留在这儿也不过是爱柳如烟的眼 最后离开时 想了想 我还是给他留了一张字条 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他可以随意处置 不用问我 我订了凌晨的机票 远离京城 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城市 兄弟闻讯后 晚上攒了一个局 三巡的时候 又有人推门进来 几个男同学立刻眼多亮了 沈冰青 你可真是稀客啊 是啊沈大美女 你今晚怎么大驾光临了 沈冰青脸颊微红 正好在隔壁谈点事 听说老同学聚会 就过来凑个热闹 他说着 目光在我身上定了一瞬 方才缓缓一开 兄弟悄悄碰了碰我 博答 沈冰青冲你来的吧 我强撑着身子看向他 个子比柳如烟还高一些 身材也比柳如烟好 我眯眼看了一会儿 才收回视线摇摇头 不能了 我们这些年都没联系 好兄弟却不理会我 直接叫了沈冰青 沈大笑花 等会儿你送一下博答吧 我们都喝酒了 叫网约车又怕他被宰 沈冰青的视线越过众人 落在了我脸上 过了大约两秒钟 我看到他点了头 好 谢谢了大笑花 兄弟笑眯眯坐下来 小声对我说道 博答凭什么柳如烟 能三心二意捏花惹草 你就不能开启第二春 再说了 沈冰青这样的大美女 不谈白不谈 你怎么知道他会和我谈 好兄弟贼嘻嘻嘻一笑 他刚刚看你的眼神 都恨不得把你吃了 相信我的经验吧兄弟 聚散了 沈冰青开车送我回酒店 到酒店楼下的时候 我解开安全带 向他道谢 谢谢你今晚送我回来 沈冰青侧手看向我不客气 我推开车门 要下车时 忽悠想到那日柳如烟 说的那些话 鬼使神拆的就开了口 要上去喝杯茶吗 沈冰青脸颊微红 却还是默默下了车 在打开门那一瞬间 我又看向沈冰青 沈冰青 你不怕吗 沈冰青咬了咬嘴唇 眼神却倔强坚定 纪博答 我不怕 他在电梯里就吻上了我 我错了一瞬 却在看到他红得发烫的脸时 低头迎合了他的亲吻 刷开房门时 沈冰青忽然叫住我 纪博答 你如果后悔的话 现在还不晚 后悔什么 我看向他 眼底带着醉意轻笑 刚才亲我的时候 怎么不问 沈冰青正正看着我 纪博答 你是认真的吗 不知为何 他眼底的忐忑 哀伤 还有孤注一致一般的决绝 让我心里莫地疼 我什么都没再说 只是轻轻抱住了他 我很认真 所以沈冰青 再给我一点时间 回到这座城市的第七天 柳如烟的小跟班 忽然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博答 什么时候回京啊 暂时没有回去的打算 大家都挺想你的 过两天幸运过生日 你回来聚聚吧 不了 你帮我给他说一声 我寄礼物给他 那端沉默了半天 那行吧 你照顾好自己 包厢里 闺蜜将手机递给柳如烟 如烟 你看 要不你给纪博答打电话 他肯定听你的话 柳如烟冷冷望着屏幕上的几行字 猛地站起身 不回来拉倒 如烟 你别生气啊 纪博答肯定是心里难受 再说 他看来是真伤心了 也是你和那男生闹得太过 都已经疯了 他还想怎样 柳如烟忽然动了怒 听好了 谁都不准再找纪博答 他死了也不准找 行行 行 不找不找 你刚出院就别发脾气了 也就纪博答在的时候 你没犯过胃病 他才走了几天 你就把自己折腾成这样 闺蜜们说一句 柳如烟的脸色就沉一分 到最后 他直接夺门而去 一路走到楼下 人来人往 冷风扑面吹来 他却更加烦躁 纪博答你可真有种 七天了 一个电话短信都没有 说着说着 他便将我的号码 拉入了黑名单 你最好不要哭着来求我 我刚放下手机 沈冰青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纪博答 晚上陪我吃火锅吧 你肯定会喜欢的 我现在过去找你 沈冰青的声音清晰传来 半下午的忙碌 好似瞬间被安抚了 他带我去的是一家 开了很多年的重庆火锅店 店面很旧 地方也不大 但生意特别好 就是漂亮夺目 又一拙精致的沈冰青 和这环境实在太格格不入了 我看着他拿纸巾仔细地 帮我擦椅子 又熟练地用开水烫碗筷 帮我倒果汁 他这样娇滴滴的女孩 做起这些琐碎的事 到一点都不生疏 沈冰青 你男朋友可真有福气 我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不像是我 愤愤和和的七年 也就一开始柳如烟追我的时候 享受过被人照顾的感觉 后来大学毕业 和柳如烟同居那一年多 我活脱脱就像个男保母 柳如烟的胃不好 我就学会了煮饭煲汤 轻力轻微地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但现在我才想明白 我爱他爱到失去自我 连爱人心爱己的道理都忘了 又怎能指望他的爱意永不退散 沈冰青一边帮我涮菜 一边抬眸看了我一眼 你从哪听到我有男朋友 我争了一下 大学时你身边不是整天跟着一个男孩 好像你们还是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 沈冰青笑了一声 他是我堂弟 从小就和我关系最亲近 那你这些年没谈过吗 沈冰青安静却又温柔地看着我 没有 姬博达 其实这些年 我一直都在等你 那晚我们一起回了酒店 洗漱完我将他抱回了卧室的大床上 沈冰青紧张地看着我 抓着我的手臂不肯放开 纪博达 是不是害怕 沈冰青却红着眼摇摇头 纪博达 我是心甘情愿的 沈冰青 他闭上眼 抬起手紧紧抱住了我 我和柳如燕的共同好友幸运生日那晚 我买的礼物也托朋友送到了他手里 柳如燕坐在沙发上 面前的红酒已经空了大半 给星云买的礼物 是沈冰青和我一起选的 他很喜欢的一个高定品牌的手链 这手链挺精致的 星云笑得有点生硬 拒着柳如燕的脸色没敢多说 忙让他男朋友收了起来 拿过来 柳如燕却忽然开了口 星云一愣 却没敢多说 赶紧把盒子递了过去 柳如燕望着那条手链 品牌的漏口很低调 并不显眼 但柳如燕却盯着看了好一会儿 收起来吧 他将盒子盖上 推到一边 星云大松了一口气 连忙伸手去拿 柳如燕却忽然抄起面前的空酒杯 狠狠摔在了茶几上 碎玻璃四箭 他的手背上腾石滑出了长长一道血痕 包厢里立刻就乱了 这又怎么了 怎么突然就发火了啊 如燕 伤得不轻 这血流的止不住 还是赶紧去医院 柳如燕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脸色阴沉 纪伯达从没买过这个牌子的东西 他的声音很低 却又嘶哑沉郁 星云忙笑着道 柳如燕提前半年都在想着送你什么了 是啊如燕 你在他心里的位置 我们几个加起来都不到十分之一 谁不知道他有多在意你 多稀罕你 柳如燕文言却冷笑了一声 在意我 喧闹的人群 莫名的一点一点安静了下来 如燕 要不 我给纪伯达打个电话吧 还是先去处理一下伤 星云忽然大着胆子拿起手机 对着柳如燕 劈开肉站的手背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直接微信发给了纪伯达 柳如燕没阻拦 也许是因为星云动作太快 他还没来得及阻拦 包厢里突然就静了下来 差不多十几秒后 星云的手机忽然响了 嗨 我就说纪伯达不知道多爱你 多在乎你 如燕你看 纪伯达的电话 星云喜不自禁地说着 而众人也发现 柳如燕的神色好似舒缓了些许 如燕你接 星云将手机递过去 柳如燕却看也不看 别过了脸 星云就乐颠颠道 我接我接 嘿嘿 他特意开了免提 纪伯达的声音响起时 柳如燕的唇角瞬间就绷紧了 星云 怎么搞的 你受伤了吗 嗨 不是我 是如燕的手 你都不知道伤得有多重 多吓人 血流的指都止不住 星云叙叙叨叨说了半天 电话那边却一片安静 纪伯达 你在听吗 要不 要不你还是回来吧 如燕不肯去医院 这一直流血也不行了 星云 纪伯达的声音依旧低沉动听 哎 哎 你说纪伯达 我听着呢 星云一边硬着 一边对柳如燕挤眉弄眼 以后她的事就不要告诉我了 星云脸上的笑 瞬间就挂不住了 纪伯达 还有 祝你生日快乐啊 星云 那个 纪伯达 你 哎别挂啊 纪伯达 可电话挂断的声音 已经无比清晰的响起 星云整个人都懵了 拿着手机像捧着烫手山芋一般 她真恨不得一巴掌 把自己抽晕过去 这平白无故的 她多管什么闲事 惹的都是什么事啊 包厢里鸦雀无声 柳如燕却面色平静的看了看众人 笑了笑 都哑巴了 众人都不敢吭声 柳如燕又笑 怎么都不说话了 如燕 别动气别动气 这血流的又多了 如燕 伯达的脾气你最清楚的 一直坐在角落里安安静静的削腕 忽然开了口 其实我很早就想说了 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太伤人了 纪伯达是个男人 哪个男人不要脸面 不要自尊 你就算不喜欢他了 也该好聚好散 谁说我要和他好聚好散了 柳如燕笑得计较 他和我好了七年 就算养条狗也养熟了 薛婉笑得很轻很轻 那你想过没有 一个人又有几个七年 如果纪伯达真的永远都不回来了呢 不可能 谁都没注意到 柳如燕的尾音里 有一次难以察觉的战力 这世上又有什么事永远不可能 心伤透了 凉透了 再想暖热又有多难 如燕 别做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了 薛婉说完 没有再多逗留 他拿了包起身向外走 坐在不远处的周荣生 目光晦暗不明地望着他 自己结婚两年的妻子 他是在帮继伯达打抱不平 还是在触景伤怀 指责他周荣生对他这个太太不好 荣生 你不去送送嫂子 周荣生勾了勾唇 点了支烟 谁是你嫂子 你嫂子这会儿正拍戏呢 下个月才出剧组 你就坐吧 朋友无奈摇头 周荣生不知可否 薛婉不敢离开他 借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 我刚挂断电话 沈冰青就从后抱住了我 他将下河抵在我颈侧倾蹭 却没有说话 我不由笑了 怎么了 纪伯达 你会回去吗 回哪儿 回北京 暂时没回去的打算 但以后说不定 毕竟我也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凭什么不能回去 我家还在那儿呢 沈冰青又不说话了 我这才琢磨出来他的话外音 你是不是想问我 会不会和柳如烟复合 你会吗 我说绝对不会 你信不信 沈冰青垂了眼眸 倾蹭着我的侧脸 我想相信 沈冰青 我是男人 我要脸的 那你心里还有他吗 我认真想了想 如果我说一点都没了 也不现实 毕竟这么多年了 沈冰青忽然轻咬了我一口 别说了记不打 你听我说完 但要说这种感觉 是不舍或者不甘心 却也不是 我轻摸了摸沈冰青的脸 和他分开 我并没有多痛苦难受 所以 也许我早就不爱他了 也许 从他对这段感情 开始心不在焉的时候 我就已经做好了分手的准备 我不会的 嗯 不会心不在焉 不会三心二意 沈冰青抱我抱得越来越紧 到最后 他又稳住我 记不打 跟我在一起吧 可我没有迎合他的亲吻 甚至到最后 我轻轻将他推开了 沈冰青 对不起 为什么说对不起 他低头看着我 眼底有些微红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避开他的视线 我不想再谈感情了 那这些天 我们之间算什么 沈冰青的声音都在颤 记不打 你把我当什么 备胎吗 我不肯抬头看他 怕自己会忍不住露出破绽 沈冰青眼底一片赤红 他松开手 缓缓向后退了一步 他似在笑 可那笑却又是破碎的 记不打 你不能这样对我 沈冰青 他转过身 拿了大衣向外走 我下意识地追了一步 却又停住了 沈冰青一直走到门边 手握住扶手那一刻 他忽然又回头看向我 甚至还安抚一般 对我笑了笑 抱歉 我只是想暂时一个人静一静 我点头 好 我不打扰你 记不打 你给我点时间 等我答复 沈冰青离开了 我却全身脱离了一般 缓缓坐在了沙发上 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 沈冰青太好太干净了 与他比起来 我是那样肮脏不堪 甚至好似 连想一想要将他占为己有 都觉得是玷污了他 像我这样的男人 还配得到这样完美的女孩 还配拥有一心一意的爱情吗 这七年 我已经被柳如烟折磨的 再不相信自己 能拥有这样的福气了 已经是凌晨三点 沈冰青驱车回到 纪伯达锁住的酒店楼下 他下了车 却没有进去 而是靠在车身上 安静仰脸 无数的窗口亮着灯 他找不到哪一盏 是纪伯达的 但知道他在 知道他就在香港 和他在同一座城市 知道只要他走进去 十分钟后 他就能看到他 好像就是欢愉的 满足的 其实他只用了不到两天 就想明白了 很轻易的 就自己把自己哄好了 纪伯达刚结束这样一段感情 他不想再谈恋爱 很正常 他对女人 对恋爱 甚至对婚姻都失望抗拒 更是在正常不过 也许是他太急切了 不该那样逼他 如果他觉得 暂时保持这样的关系 会让他轻松 舒服 他其实也并不介意 自己没有名分 还有什么 比爱而不得更痛苦的 如果若说有 那应该是一年半前吧 得知纪伯达和柳如烟 开始同居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真的决定放下了 所以才逼着自己 去接触新的人 想要走出来 但是他尝试过 发现不行 就果断地结束了 后来不管家人怎样催 他都在没动过这样的念头 如果纪伯达没有分手 回来这里 如果那天晚上 他没有开口让他上去 也许他这辈子 都会孤身一个人 沈冰青的眸光 渐渐平静坚定 但纪伯达偏偏回来了 偏偏那晚他开了口 如果心爱的人 到了自己身边 却仍被他弄丢的话 那沈冰青 你也就没资格 拥有想要的幸福 准备离开的前夜 我约了兄弟喝酒 和沈冰青进展如何了 兄弟上上下下打量我 嘖嘖嘖 看你满脸春色 我还是别耽误人家了 我不想恋爱 也不想结婚 纪伯达 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 更何况 这对沈冰青也不公平 都说前人灾数 后人成梁 这道理我赞同 但没道理 前人造孽 先人遭殃吧 那柳如烟不是个东西 但沈冰青却是个好女孩 你为什么要因为柳如烟 对沈冰青心存偏见 我不是对他有偏见 我是自己还没过去这个坎 你不是还没过去那个坎 你就是被柳如烟 批育为了七年 你觉得自己不配 拥有真爱和幸福了 我闻言 不由争助 是这样吗 因为患得患失 愤愤和和带来的痛苦纠结 所以 我潜意识地怀疑 所有人怀疑全世界 认定了自己 不会得到一心一意的爱 可是为什么 我不可以得到真挚的爱 辜负真心的人 要吞一万根真 可认真爱过的人 上天自会给他 开一扇心的窗 我打 你知不知道你多好啊 兄弟拍拍我的肩 喝了一口酒 长得帅 身材又好 年年拿抢学金 大学的时候 就能赚钱养活自己 还顺便养活我这个废柴 你他妈要是个女人 我死也要娶你 你值得被爱 既博达 值得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来爱你 而不是蹉跎消耗在 柳如烟这样的人身上 信我兄弟 他一定会后悔 这辈子 他整个余生 都无法释怀弄丢了你 现在 立刻给沈冰青打电话 还有 把你的机票取消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又想跑 我望着兄弟 眼眶渐湿热 可是你说 我和沈冰青 会不会也走到这一步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 一个坚守自己 初心真挚而有纯真的女孩 在得到自己喜欢的人之后 绝不会愚蠢的 把她弄丢 你以为 她是柳如烟 那个蠢女人吗 我摇头 她当然不是柳如烟 所以 现在给她打电话吧 你肯定想象不到 她会多开心 我想到沈冰青会很开心 但却怎么都没想到 从小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 接掌家族企业 且成绩斐然的集团副总 竟会在接到我电话那一刻 开心到像个孩子一样 兄弟得意看着我 怎么样 开心吗 我点头 好像 是很开心 你看 你开心 沈冰青更开心 那不就结了 她说到这里 忽然忍不住笑了 我现在只要一想到柳如烟这女人 将来有多不开心 我就爽死了 也未必 她可能已经有了新人陪伴了 我单单笑了笑 以后我们不要再提她了 这一刻 竟然也能这样心无波澜的 说出这样的话 好像那个人 真的和自己在无瓜葛了 沈冰青的车子到楼下的时候 我刚好从酒吧出来 她站在夜风里 微笑看着我 我停了脚步看着她 别说 她还真是长得好看 无一处不在我的审美点上 柳如烟可以同时喜欢很多男人 没有分手就脚踩两条船 无缝衔接甚至都不算糟点 那我分手后再谈恋爱 自然也没有错 我向她走去 她一时快步向我走来 人来人往 我和沈冰青旁若无人的接吻 她的心脏跳得好快 我摸到她的后颈 一片滚烫 沈冰青 你发烧了 她的额头抵着我的 轻喘 声线轻柔 纪博答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碰到你 就会这样 我轻笑 低头吻了吻她 也许 多碰几次就好了 沈冰青的耳朵更红更烫了 好一会儿 又小声问 纪博答 我现在算什么 我故意逗她 你自己觉得呢 炮友还是女朋友 她问完 却又不等我回答 将脸埋在了我胸前 小声道 算了 你别回答 我现在不想知道了 我的手轻轻圈住她的腰 与她贴得更紧 真不想知道吗 女朋友 柳如烟的车子 停在了一个胡同口 她下车 徒步走进胡同深处 那里住着一个老裁缝 祖上曾做过江南制造 如今年纪大了 早就闭门谢客 但柳如烟有的是办法 请动这个老人家 纪博答减烂的那件婚纱 半个月前送到了老师傅这里 今日差不多已经可以修复完工 她一边走一边想 星云前两天说的那句话没错 不单单是女人渴望婚姻 男人也会渴望 娶到心爱的女孩儿 她和纪博答好了七年 她却从来没动过结婚的念头 她更没想到 纪博答会有过向她求婚的念头 这些日子她确实做得混账 但那些男人 她不过都是一时兴起 没动过真格儿 就连那个闹得纪博答 分手走人的男大声 也只不过让她心惊了三天 接触之后 她就觉得索然无畏 心里总还是念着纪博答 七年的相伴 她确实倦怠过 蜜过 但有些人就像是无色无味的空气 直到失去 才会觉出她有多重要 纪博答不在的这些天 她干什么都提不起金儿 和闺蜜聚会时 满脑子也都是她 尤其喝多的时候 纪博答如果在 一定会洋装生气地拦着她 如果实在拦不住 她也会深夜给她煲汤 让她枕在自己的膝上 给她揉着太阳穴 她的手指温暖有力 细碎的抱怨和心疼的念叨 当时很烦 现在 却又无比的怀念 柳如言想 这次纪博答回来 她决定向她求婚 她其实很早就知道 纪博答有多想娶她 老师傅的手艺是真的很不错 婚纱已经修复的 几乎和原来一模一样 柳如言付了钱 离开的时候 手机忽然响了 她莫名的有些紧张 直到看到星云的名字 在屏幕闪动 疯狂跳动的心 才缓缓平息 如言姐 有件事我想了想 还是得告诉你 什么事 你听了可千万别着急 这事也说不准 只不定是别人瞎传呢 到底什么事 就是 就是和纪博答有关 要不算了 我觉得这事 八成是别人造谣 星云 纪博答到底怎么了 她是不是回北京 如言姐 星云忽然有点说不出的难受 怎么就成这样了 纪博答跟谁传出绯闻不好 怎么偏偏就是沈冰青 柳如言这些年 最不对付的就是她了 尤其是两年前 因为一个大项目 柳如言的公司 和沈冰青的长恒实业 争得头破血流 最后沈冰青烧上一筹 拿了那个项目 柳如言杀鱼而归 那还是她头一次 尝到败祭的滋味 也因此 两人本就紧张的关系 更是变得水火不容 我说了 你可别生气 现在都是听人说 并没什么实证 就是 就是有人在香港 看到纪博答了 柳如言攥着手机的手指 骤然收紧 声线却还能克制着平静 她在香港怎么了 她好像和沈冰青在一起 当然 也可能只是吃吃饭 没其他事 我知道了 如言姐 没别的事的话 我先挂了 柳如言切断了电话 她拎着那个大大的纸袋 装着纪博答 买来的婚纱的纸袋 一步一步走在 出东北京的寒风中 一直走到胡同口 车子边 柳如言忽然停了脚步 她秀气的脸上 缓慢地浮出了一抹 很淡的计较的笑 而下一刻 手中那个精美的纸袋 被她毫不犹豫地 丢入了垃圾桶 纪博答离开的第二个月 柳如言曾给她 发过一条微信 信息倒是发送成功了 但却石沉大海 那条信息是 公寓打算卖掉 你的那些东西怎么处理 也许她忘记了 纪博答给她留了字条 让她随便处理这里的一切 也许她只是故意的 找个理由给她发信息而已 柳如言心里想的或许是 这是她主动递给 纪博答的台阶 她如果聪明的话 就该知道顺着台阶下来 她的脾气看起来很坏 但其实也很好哄的 纪博答一直没有回复 公寓自然也没有卖掉 纪博答的衣服 和之前的所有用品 都原样放着 就像她根本就没有 离开过这里一样 柳如言总是会在深夜来这里 然后躺在纪博答的床上 失眠到天快亮 而在纪博答离开的第三个月 仍是一程不变的深夜 时针快要指向 十二那个数字的时候 柳如言拨通了纪博答的电话 大学时 纪博答是个很乖 很单纯的男生 他家境虽然普通 但却也不愁吃穿 父母对他十分疼爱 但却管束得十分严格 直到大学毕业那一年秋天 纪博答才开始和他同居 他还记得那个晚上 他们两人紧张到全身都在抖 最后结束的时候 纪博答抱着他 眼睛很红 如言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 我会对你好 好好照顾你 永远疼爱你 柳如言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是不是 可是那个以为 会永远和自己喜欢的女孩 在一起的纪博答 已经被他弄丢很久了 久到 他甚至都要想不起来 他们最后一次 说分手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的表情 他是笑着点头的 还是红了眼 手机铃声响了好一会儿 就在他以为他不会接的时候 电话却接通了 那一瞬间 其实他想说 纪博答 你回来吧 可张开口 说出的却是 纪博答 闹够了就回来 他这愚不可及的可笑话语 被女人柔婉的声音打断 那一声笑 像是都投而来的冷命尖兵 柳如言只觉自己全身好似 都被尖兵包裹 竟是动弹不得 柳总 哄人可不能隔夜 否则 会被人半路截胡的 沈冰青 柳如言双眼赤红 咬牙切齿般念出这个名字 是我 沈冰青 纪博答呢 你让他接电话 他接步了 沈冰青低了头 轻轻吻了吻身侧熟睡的男人 他今晚累坏了 刚刚睡着 你要是有事的话 我先把他清醒 沈冰青 柳如言的声音戛然而止 沈冰青切断了电话 随手关了手机 他躺下来 轻轻抱住了熟睡的那人 而睡梦中 纪博答也紧紧抱住了他 轻轻 其实我有想过和柳如言 在见面会怎样 他家境优渥 骨子里傲气十足 我们分手又分得平和 哪天若是真遇上吗 要么他会视而不见 要么 我们也能点头寒暄问声好 毕竟我的父母亲人都在北京 我和柳如言也有一些共同的好友 总不可能一辈子都没半点交集 但我却怎么都没想到 那样高高在上被人捧着的千金小姐 也会有这样憔悴无助的时刻 而当时 因为心情极好 而状态极佳的我 穿着一件和沈冰青情侣款的黑色羊绒大衣 正揽着他 说笑走出旋转门 然后 就看到了从车上下来的柳如言 我睁了一下 脚不停住 沈冰青温热的手指 轻轻握住了我的 柳如言的裙子有点皱 妆也花了 他脸上戴着眼不住的眷衣 眼底满是红血丝 我们身侧人来人往 不远处的音乐喷泉 播放着欢快的音乐 这一幕就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 只是我不是看客 而是猝不及防的主角之一 沈冰青下意识地扯了扯我的衣袖 柳如言的神情却渐渐平静 他如从前热恋时那样 温柔喊我名字 记不打 我不知为何 我的心里却有些说不出的难过 也许是为那天晚上 听到不堪话语的纪伯达 也许是为那天 被临时通知分手的纪伯达 更也许是为真心真意爱的七年 可彻底放下 却只用了七天的纪伯达 纪伯达 我来接你回北京 柳如言自始至终 都没有看沈冰青 他的眼神落在我脸上 竟无比的温柔 我甚至记不得我们分手前 有多久 他没有用这样的眼神看我了 柳如言在我身前 差不多一米处 停了脚步 纪伯达 我们回去就结婚 以后 我们好好过 好不好 他说的那样认真 认真到我几乎都要以为 不久前说爱上别的男人柳如言 只是我的意想 可是 太晚了 柳如言 碎掉的心 拼不起来的 而在沼泽里长出来的新的心脏 也已经装了别的人 我轻轻摇头 柳如言 你走吧 纪伯达 我没有碰过那男的 不到三天我就和他分了 你给我买的婚纱 我已经找老师傅修复好了 还有我们的对戒 我也都好好收着 纪伯达 我还定制了钻戒 我是认真的 柳如言的眼底越来越红 声音也有些隐隐地发抖 他捧着那个精致的钻戒盒子 线宝一样递到我面前 眼底的可叛和稀迹 无比的小心翼翼 我看着这样的他 无法不承认自己人会难受 但也 仅仅只是这些难受了 柳如言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仅仅握住沈冰青的手 将他揽在怀中 柳如言脸上的血色 好似一瞬间就消弥无踪了 他的视线 缓缓地往下滑 最后 停在我和沈冰青交握的手指上 我们的钟指上 带着一对对戒 就像当初的我和他一样 纪伯达 你是认真的 我深吸一口气 侧脸看向沈冰青 然后 用力点头 是 认真的 柳如言忽然嘀嘀地笑了一声 你以为他对你是认真的吗 你以为他又能有多少真心 两年前 他为了一个项目 和我争的你死我活 如今他又追求你 纪伯达 你觉得这里面有没有他的私心 他敢不敢坦坦荡荡地说 他追求你 没有半点要和我柳如言斗的心思 纪伯达 你还是这么天真 我们在一起七年 我们之间发生了那么多事 你以为沈冰青真的一点都不会介意 你又以为 他就能真的和你修成正果 白头到老 你就不怕 跟他在一起的结果 不过是又一个和我这样的七年 欢快的音乐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柳如言的声音也停了 我耳边先是一阵的空气 接着却是什么东西轻轻碎掉的细微声响 而那声响之后却又是无比的轻松和释然 你看 我连最后那一些难过都没有了 只是可惜 为什么人活着总要有一些后悔的事 在今天之前 我没有后悔爱过柳如言 不管好坏 毕竟都是我的经历 但在这一刻 我无法不去痛悔 为什么七年都没有认清楚 柳如言他 其实骨子里从来都没有看起过我 是啊 我只是普通人 可他是千金大小姐 在我眼里 我们在认真恋爱 可他大约只是将我当作玩物吧 沈冰青满眼心疼看着我 我脸色有些白 却还是笑着对他摇摇头 我没事 沈冰青 沈冰青定定看了我一会儿 忽然用力亲了亲我 纪伯达 我沈冰青做人做事 从来都问心无愧 从来不会后悔 但今时今刻 我却真的后悔 当初为什么没有把你从他手里抢过来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抢 趁人之危 你沈冰青又算什么好东西 柳如言 你根本配不上纪伯达 这七年对你的喜欢和爱意 也许是这句话 彻底激怒了柳如言 他从未这样失去理智过 尽口不择言 那你呢 沈冰青 你找一个跟我好了七年的男人 你又有什么脸站在我面前大放厥词 你又喜欢他什么 你是纯粹喜欢纪伯达 还是喜欢我柳如言的男人纪伯达 沈冰青重重一巴掌 扇在了柳如言的脸上 而柳如言又怎会是吃亏的性子 反手一巴掌就还了回去 可我第一时间 紧紧攥住了他的手腕 柳如言脸色铁青 纪伯达 你也看见了 是沈冰青先动的手 是 是他先动了手 柳小姐 我替青青向你道歉 我松开手 牢牢将沈冰青护在身后 纪伯达 你就这么护着他 柳如言眼底的泪一滴一滴往下掉 他先对我动了手 纪伯达 那您想怎样解决 纪伯达 我受伤了 柳如言指了指自己的脸 我的脸肿了 特别疼 我看了一眼 平静开口 那我帮您叫救护车 所有费用我们都会承担 纪伯达 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些 柳如言想要拉我 可我闪身躲开了 纪伯达 柳如言脸上所有硬撑的情绪 全都碎裂了 他望着我的神情 一片哀伤 可我的心底 却也是真的在无波澜了 柳如言没有再说话 夕阳把他的身影 安静地拖长 也许是在纪伯达 喊轻轻的时候 也许是在纪伯达第一时间 扣住他的手腕 不让他对沈冰青还手的时候 他才终于清醒地认识到 纪伯达是真的不再爱他了 薛婉那天的一句询问 竟就这样成了真 他以为这段感情里 占据主动的人也是他自己 他以为他永远稳操胜券 可这一刻他才明白 放不下的人是他柳如言 纪伯达是那根牵着风筝的线 线断了 风筝就失去了方向 再也回不了家了 我看着柳如言转身向车子走去 看着他寂寥的身影消失 黄昏时的太阳 忽然就被地平线吞没了 天幕变成了浅淡的玫瑰蓝 柳如言的车子渐渐远去 我仿佛看到纪伯达 他从17岁到24岁那七年的时光 随着那辆车呼啸远去 在无影中 我知道的 从这一天起 柳如言三个字 就如这世上每一个普通平凡的名字一样 我不会刻意遗忘 但却也永远不会再主动想起 纪伯达 沈冰青轻轻抱住了我的腰 我回头 两脸看他 笑得很轻 走吧 我们回家 我向沈冰青求婚那晚 喝了很多酒 沈冰青也喝醉了 抱着我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但我记着的 却好似也只有那最简单的两句 纪伯达 我们绝不会有那样一个七年 纪伯达 我们绝不分手 每个人在发誓的那一刻 必定是真的这样认为 后来我被誓言的时候 却又觉得怎会有人相信这东西 但我愿意相信沈冰青 其实是相信自己 相信真心 总有那么一次不会被辜负 我和沈冰青订婚那天 收到一份从京城寄来的礼物 是柳如烟曾经送我的戒指 盒子里还有一张卡片 上面的字迹是柳如烟的 他说 纪伯达 我总会等着你 沈冰青在我身边 也看到了那张卡片 他有些吃醋 可惜 我不会给他机会的 但当晚 那戒指就不翼而飞了 而我 早已不会再将这种 无关紧要的事情放在心上了 我和沈冰青结婚的第三年 他生下了我们的女儿肉肉 女儿出生不久 柳如烟曾寄来很多很多贵重礼物 我询问沈冰青的意见 我们女儿又不缺这些 捐给福利院吧 你说说他 一把年纪了不结婚不嫁人 天天盯着别人的老公孩子 找虐呢 我忍不住一笑 管别人的事情干什么 沈冰青不知怎么的就高兴了起来 当着满屋子庸人保姆的面 抓着我的手臂摇晃 纪博答 你刚才说的话真好听 再说一遍好不好 我故意逗他 什么话 沈冰青聚了绝嘴 就是刚才那句 管别人的事情干什么 我只觉好笑 却又有些说不出的心疼 我大学毕业那两年 是沈冰青状态最不好的两年 可在一起后 他从不曾对我说过 也从不曾在我面前 展露过一丝丝的负面情绪 管别人的事情干什么 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才是最重要的 如他一说完这句话 却又将他抱起来 放在了膝上 我亲了亲他微红的耳 在他耳边很小声地说了一句 宝贝 女儿两个月了 今晚我们早点睡 柳如烟翻外 纪博答的女儿三岁时 他们一家三口 回北京探亲 小住了树院 我和他的共同朋友不少 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聚会 我自然是不会参加的 但每一次聚会结束之后 却还是会忍不住 询问有关他的消息 他们说 纪博答婚后 还曾去美国读了两年书 那两年 沈冰青奔波于港城和巴黎 从无怨言 后来 纪博答回香港 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小有成就 沈冰青对他的所有决定和选择 都是无条件支持 唯独不太满意 他常常加班忙碌 他明明可以去 沈冰青的家族集团 做一个富贵闲人 但却并没有 他越来越英俊 越来越优秀 他和沈冰青的感情 越来越好 他们的女儿 漂亮得不像话 和纪博答小时候很像 其实他一直都不知道 我的钱包里 还放着一张 他五岁时的照片 北京那么大 圈子却又很小 但我和纪博答 却一次都没有碰上我 只是有一天中午 我偶然间 在自助餐厅 见到了他们的女儿肉肉 他躲在假山后 偷偷吃一盒冰淇淋 像只可爱的小松鼠 嘴巴塞得鼓鼓的 我的脚步不受控制地停住 就那样看着他 舍不得一开眼 他也听到了 吓得瞪大了眼 抓着冰淇淋盒子不知所措 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 蹲下身 轻声问他 是不是害怕爸爸 发现你偷吃冰淇淋 他点点头 大眼睛咕噜噜转着 特别机灵 阿姨帮你躲开好不好 他有点迟疑 看了我好一会儿 仿佛确定我不是个坏人 才有点点头 我抱起他 他小小的一个 又香又软 就趴在我的怀里 他的小手 玩着我裙子上的配饰 忽然奶生奶气地开了口 阿姨 你是不是认识我呀 我的喉咙 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 一片色苦 而眼前的一切 渐渐都变得模糊了起来 如果时间回到那一年 那一晚 我不会再让那一切发生 纪伯达会是我的丈夫 我们会在北京结婚 我会为他生儿育女 我仰起脸 将了一忍回去 低头对他笑 对啊 阿姨认识你 那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他软软的小手抱住了我 偷偷告诉你哦 我的小名叫肉肉 因为爸爸叫妈妈青青 而我又长得肉嘟嘟的 所以小名就叫肉肉了 是吗 那这个名字真的很不错 我亲了亲他软嫩的小脸 好了 我们不能躲开太久 不然妈妈会担心的 他乖巧地点点头 那我再吃一口冰淇淋 就一口哦 他吃了很大一口 小猫一样冲我脚下的笑 我摸了摸他的头发 快去找爸爸吧 我看着他走远 他的公主群像是一朵绽放的花 远远盛开在了纪伯达的怀中 我没有再看纪伯达第二眼 我怕我会在人来人往的大厅中 忍不住的嚎啕大哭 纪伯达不会在意和我有关的一切 但沈冰青一定觉得我这样很可笑 是啊 我的前半生是如此的荒唐 如此可笑 而余下的半生 却连着荒唐与可笑都成了妄想 全文完